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豬仔 鏡頭前面就是一隻 Invector 這隻Invector就是豬仔的今天壓續推介 本身都不想拍這條片 因為很累想回家休息 但沒辦法 供應商我收到貨之後 本身我和錶迷訂是黑面百事圈 但就寄錯這個黑水鬼給我 他那邊倉務的同事 原來這個百事圈也沒有貨 寄錯了給我 沒辦法 唯有拍片看哪個錶迷喜歡 我就介紹給他們 其實跟我之前介紹的 百事圈的水鬼 Invector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顏色配搭就是黑水鬼 其實黑水鬼也是特別版 你看到它這個 我試試移開錶 移開錶 好 其實它也寫著Invector的標本 在12點位置 有隻鷹 還有它標誌性的指針 秒針 我試試上發條 等它起動了 你看到這隻鷹的標本 在黑色的標本上 然後也是特別版本 黑水鬼就不需要多說 其實喜歡買黑水鬼的標迷 就一定是喜歡它的長青 因為黑色的配搭和銀色的配搭 你幾多年拿出來都不會過時 而且很容易配搭 這個就有帶有放大鏡 抗密水晶玻璃標面 120GB的單向式全水標圈 標圈轉動的手感也不錯 Invector這個做得不錯 升線 甚至轉動的120GB的手感也不錯 好 旁邊做了凹凸狗牙坑的打磨 都很順滑 完全不介手 非常好的 正面就做了鋁片圈 其實Invector這個價錢 就是豬仔推介這個超信價的價錢 非常正 價錢很划算 標關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護關位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標關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筆手鋼 延伸到旁邊部分做了拋光的處理 標帶呢 標鶴另一邊也有Invector Logo 做了Laser的Invector Logo 標帶方面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標帶 兩旁做了拉絲 中間做了拋光的 一個接碟式的保鏈標扣 上面也有Invector的英仔 Logo 四顆洞 三顆眉條位 一個接碟式的標扣 打開它做了光芯薄橋 看看 好 標底方面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雖然它便宜價 但也做了透底 做了20個巴的防水 200米的防水 然後寫著了Orstinger Steel Invector 那陀螺也有寫到它24石 它用了Energy35的機身 一個精工的35A的機身 向下轉動先放開了標關 有螺旋式鎖標關 配合200米的防水 黑水鬼 踢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Benz型的指針 它的夜光不夠AVI8 如果說夜光 但它的性價比值很高 按下去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半格加上日力槍 給大家看 半格加上日力槍 半格加上日力槍 一格格調 很好手感 好了 調整完之後 按進去 鎖上標關 好 接著我們看看 直徑方面 重量 還有夜光 夜光 暗一點 時分針 加上秒針頭 加上黑度 上面點點 也有夜光 夜光暗一點 時分針 稍為光亮一點 好了 接著看一看重量 重量方面 是170克 有些手感 不算太重 但也有些手感 直徑方面 42M的標徑 我沒有記錯 它的規格是42M的標徑 對 量度上護官位 應該是44 對 因為它寫44 應該是量度上護官位 不量度上護官位 就是42M的標徑 量度上是42M的標徑 厚度方面 是13.8mm的厚度 脫脫脫是51 好 試試戴上豬仔14.8 再試試手腕 帶上去也有質感 不差 不過 我之前答應了標迷 訂白時色 搞到現在爽弱 真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我收到貨才知道 原來寄錯給我 單都開錯 因為我找數單都是白時色 但來到就變黑色 豬仔現在手上多了兩隻 因為有兩個標迷 都是想要白時色 就不要黑色 所以有兩隻存貨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那我多少錢呢 這隻Invictor的黑水鬼 880元 880元 超上的價錢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可以WhatsApp給我 也可以 打給我 非常靚仔的價錢 880元一隻 精工的NH機心 再加上了標腳 其實它的標腳 比較長 但這個42元的標競 帶上了豬仔14.84元 我覺得潛水標 略為大一點點 我都可以接受 希望你喜歡這隻Invictor的 彩蛋影片推介 喜歡的標迷 可以向豬仔查詢 在豬仔的標題 有WhatsApp電話 看看哪個有緣人 會不會帶走這兩隻Invictor 因為豬仔實在 唉 希望你喜歡豬仔推介 特別版的Invictor 黑水櫃 一隻NH35機心 精工的機心 非常之 其實都挺帥 也不是很差的 這隻標真的不錯 雖然它黑色是正常的 但正常有正常的 真的幾年後拿出來看 到時如果不流行 銀黑色的配搭 很少不流行 希望你喜歡這個推介 我們下集見 明天才見 真是晚安 拜拜